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计划主要就是说我们感觉到很多厂商来反应在脱箱不外市场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 什么样的状况呢 对当地的情话 文化的隔阂 语言的差异 不同的商业习惯 觉得有一些困扰 这些无形中造成一些贸易 它们脱箱贸易的障碍 所以我们去筹筹这样一个计划 我们去搜寻可能是我们台下的知名 可能是我们华裔的子弟 也可能是这些国外的青年学子到台湾来运输 是我们的所谓的外籍生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些商界的人士 他对我们华人的文化习俗有一些了解 他也有兴趣变异来运作我们的这些我们台上的海外行销坚定 外贸协会自2009年起 每年执行新兴市场业务兼兵种子育成计划 分别于台北 台中 台南 办理新兴市场企业种子每核洽谈会 至今已有200多家业者使用过这项服务 成功每核案数为83案 那经过我们这样 一年多来 我们有一些成功 像我们特朗林开了以后 我们就有接到格斯拉尼加的订单 还有克伦比亚的订单 那我们有做这个正常事实 像我们克伦比亚的工作 我们的技师员就在这一个月 当时克伦比亚把它安装 设备都安装好 那克伦比亚非常的满意 那我们也借由每个月总组研裁 我们去年 那我们就跟我们一起资历 还有去那个阿根林参赞 那在参赞的过程 我们就会比较有利 因为我们今天也经过这个专业训练 发展非常上 能够这样子 这一点就让我们就对我们公司来讲是比较有利 像我们今年去阿根林参赞 那今年我们就借了一些小订单 入路去讯的订单 我们能够这样的接到 那我们今天也说 经过那个外貌协会给我们这个 这个机会 那我们南部那里消息是比较慢 但是我们是有幸来参加 那我们这样的经过 这样的年和以后 对我们公司来产生一些贡献 国外的现在在我们公司 那我们整个公司的那个语文也有进步 那我们也邀请我们总理说 那你每个礼拜六 如果你就来叫两个小时的西班牙语 这样整个拜动起来 那这样大家能够共同的成长 分享会当天下午即办理第一场的媒合洽谈会 厂商与中子人才在外贸协会的安排之下 进行一对一的洽谈 成功媒合到所需人才的厂商 另外可以申请中子在台收信相关费用的部分补助 以鼓励厂商多运用此项服务加速特效市场 My name is Antonio I'm from Chile I live in Taiwan for five years I've been here in this kind of event in 2009 It was a really nice time for me because I was looking for a job My university passed me the information This kind of title event Surprised me when I came here Around 100 companies was looking for a foreigner talents And I think it's a really really nice chance for the foreigners in Taiwan To get a position into a local companies I think I'm the lucky one maybe from 2009 I'm really really glad to join this company This company have a really really good schedule Good target Basically Taitra helped me a lot to reach the company I'm working right now Thank you to Taitra to help me to reach this company I think Taitra meeting is a really really nice chance for all the foreigners and also for the local companies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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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ic